我們一直在看這個詩篇第二篇 其實是有很豐富的信息在 我們看了 神和受高者的關係 也都看到地上的君王 他們想敵擋神和受高者 而被神在路中紮備他 神也都要在石安立他的君王 但今天我們 特別要看的 很重要的一節經文 就是第2章第7節 受高者說 我要傳聖子 耶和華 陳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天生你 在這節經文 其實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不單止是政治神學 更加重要的就是 神 祂帶出 祂的兒子 所以我們在這裏看 其實這個 受高者說 你看到中文聖經一點幾點 原文是沒有這個 受高者那裏 但是他這裏就說了我要傳 傳子 就是又是沒有那個聖字的 那我們看這一句說話 就很重要了 耶和華 陳對我說 這一個 這句說話 就是 受高者 他自己說的 我們看到神是超越時空的 所以這節經文 其實是反映到一個 超越時空 受高者 他引用耶和華 曾經對他說的說話 特別這句說話 內容就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天生你 這句說話的重要性 我們看 希伯來文 在希伯來文 這一句 他的 說話 特別 就是 首先我們看 我的兒子 這個字 就是指到 我的兒子 Benny Benny 我的兒子 是一個很親密的 一種的關係 竟然是形容 耶和華 神 和 他的兒子 而跟著 就是 我今天 生你 這個字 就是生你的意思 但是這個生 跟人的 生育是不同的 這個生 這個begotten 就是 由神 而出的神 所以我們看 在這節經文 其實 說了 神 是 會 出祂的 兒子 而祂的兒子就會成為受高者 尼塞雅 所以在這裏 其實就已經 超越時空地 帶出了 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 也是 尼塞雅 是這個君王 所以我們看到這節經文 是非常重要的經文 我們一起去討告 七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因為神 你是 超越時空的主 你在你的永恆裏面 由神 而出的神 耶穌基督 是尼塞雅 我們要榮耀你的名 我們要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